时光匆匆,忽然之间,新的一年已过了将近一半,时间的流逝总是悄无声息,让人猝不及防地感受到岁月的无情。 有人在网上提问,你去年立下的那些目标都实现了吗? 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和讨论。 有网友在评论区分享,自己原本计划每天跑步半小时,看书一小时。 然而,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和琐事让他逐渐偏离了初衷。 不知不觉间,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刷短视频,直到半夜,懊恼自己又成了一个积极的废人。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,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。 所谓积极的废人,指的是在心态上非常积极向上,时常给自己设立目标,行动上却躊躇犹豫, 最终成为无所作为的一类人。 他们的日常充满了雄心壮志,但却在实际行动中陷入拖延和懈怠。 这样的状态不仅让他们感到内疚和自责,也阻碍了他们实现自我提升的步伐。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,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每一个微小的进步,都是实现宏伟目标的重要一步。 只要我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,付诸实际行动,终将摆脱积极的废人的困境,走向一个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未来。 一,善用摘桃子理论,提升内趋力。 福格曾经说过,从容易做的事情开始,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几乎任何事。 这句话简单而深刻,揭示了实现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则,逐步迈进。 很多时候,我们之所以半途而废,往往是因为我们树立的目标太高不可攀了。 恰到好处的目标,就如同我们跳一跳就够得着的桃子,让我们在达成愿望的同时,既可以收获幸福感和愉悦感,又可以提升自我的内驱力。 微习惯的作者斯蒂芬·盖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曾经的他是一个身材肥瘦,生活颓废的宅男。 他对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感到非常不满,于是他决定开始健身。 起初,盖斯想每天坚持锻炼三十分钟,可是还没开始,他就眼气息鼓了。 对他来说,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实在有点强人所难,但是他又不想就此放弃,因此他决定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。 第一天做完之后,他不仅感觉毫无压力,而且还可以超额完成,这让他信心倍增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一天可以坚持运动三十分钟甚至更久。 最终,他收获了自己理想的提醒。 盖斯对此感到受益匪浅,于是他便将这个方法转移到读书、写作等领域。 日复一日,盖斯发觉自己读的书是过去的十倍,写的文章是以往的四倍。 就这样,盖斯用一个俯卧称,重置了自己的人生。 愿你的青春不复梦想中有这样一句话,人的理想不一定始终如一,可以有阶段性的小目标,经过不断实现小目标,最终实现大理想。 这句话道出了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法则,阶段性小目标的设立。 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,它是一个循序渐进,日积月累的过程。 真正的高手都懂得拆解目标,他们会从触手可及的小目标出发,一步步微调,持续优化,不断迭代。 唯有如此,才能创造自我效能感,体声区动力,不断向大愿景靠近。 当你学会细化目标,降低行动成本,成功定会与你不期而遇。 让我们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目标,把它们拆解成小而可行的部分,逐步迈向成功的道路。 不要忘记,每一次的微小进步都是通往大目标的关键一步。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,相信自己,积极追求,成功终将属于我们。 二、运用五秒钟执行原则,克服拖延。 作家刘雍曾经用一段深刻的话语道出了拖延的可怕后果,再玩一球,再赌一局,再睡一分钟,听起来都是小事。 那里面自我妥协的细菌却可能侵蚀你的骨髓,使你一辈子占不支。 在现实生活中,拖延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 我们常常因为拖延而导致计划被搁置,从而产生自我怀疑和挫折感。 治疗拖延最好的良药,就是充分运用五秒钟执行原则。 当我们树立好目标后,立即行动,生活就会逐渐变得从容有序。 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倒数五秒,然后不再犹豫,立即采取行动。 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拖延,实现自我提升。 作家梅尔罗宾斯就是一个成功运用五秒钟执行原则的案例。 在中年时,他的工作陷入了瓶颈期,婚姻也面临着挑战。 生活过得兵荒马乱,他感到非常困惑和沮丧,但他深知自己必须做出改变。 然而,拖延成了他的一大障碍,让他每天都感到焦头烂额。 直到有一天,他看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场景,播报员会先倒数五秒, 然后火箭便立刻点火升空。 于是,他尝试将这个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,倒数五秒后立即采取行动。 第二天闹铃响起后,他试着应用这个原理,倒数五秒,并在数到一的时候立即起床。 奇迹出现了,他成功克服了癞窗的毛病。 之后,他将这个方法扩展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。 渐渐地,他发现自己的时间更加充裕,工作也更有条不紊。 最重要的是,他的执行力得到了显著提升,他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 最终,梅尔如愿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,并在后来成为学校的教授,并且写出了三本畅销全球的著作。 作家大兵曾说,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传奇,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们将心意化作了行动而已。 行动力的重要性无需多言。 有些人之所以可以在平庸之辈中脱颖而出,就在于他们说做就做,坚持到底的行动力。 任何时候,只有迈出脚步,果断行动,才能够得偿所愿,向着自己的梦想迈进。 三,学会量化思维,提高效率。 昆虫学家,哲学家,数学家刘比谢夫,从26岁起就写时间日记。 他每天坚持更新,从未间断,直到去世。 他的日记格式固定,简洁明了,只记录每天时间的具体规划,比如日期、地点、事件标题。 翻开他的日记,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,看到某一天他在什么地方,做了什么事情。 刘比谢夫在每天睡觉前,都会回顾这一天的时间花在了哪里。 每个月底,他会做一次小节,画一些图表,查看自己的工作完成度。 年终的时候,他便会根据每月小节,做一份年度总结报告,看看自己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。 正因为刘比谢夫每天都能够量化自己的时间,所以他总是能轻易发现自己的问题,并在分析之后立马做出调整。 最终,他发表了七十多部学术著作,横跨生物、科学、数学、哲学等多个领域。 李孝来曾说,想尽一切办法真正了解自己,真正了解时间,精确感知时间, 而后再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及自己的行为与时间合拍。 行走于人世间,时间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。 然而,人的精力有限,不可能时时电量满格。 有些人活得庸庸碌碌,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及别人,而是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安排时间。 那些真正优秀的人,都懂得运用量化思维,提高产出率。 当我们懂得量化目标和时间,计算成本,才能将时间的价值最大化。 从而便能拥有更加旺盛的精力,去创造高质量的人生。 作家吴小波说,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东西,都是以无比的勤奋为前提的。 要么是血,要么是汗,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时光。 成功从来没有捷径,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,都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努力和苦行僧伴的修行。 凡事只有先行动起来,不懈怠,不慌张,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,获得想要的人生。 尝试分解目标,激发内趋力,塑造成就感,学会克服拖延,唤醒直行力,增强掌控感。 懂得规划时间,提升量化力,培养归属感。 余生很贵,从现在开始,用行动填满人生,不负烧花,活出熠熠生辉的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